一、垂直进气格栅,虽然这样会增加一些风阻,但它可以彰显劳斯莱斯汽车的尊贵女气派。 再说,劳斯莱斯汽车的主人怎么还会在乎多费些汽油呢? 二、高位置前照灯位置较高的车灯,可以照亮更广阔的区域。 三、长发动机照一,是因为劳斯莱斯汽车基本都采用VOR发动机,需要较长的发动机盖。 二、是长车头显得汽车更有派头。 四、短前旋、长后旋发动机,放置在前轴后方,这样不仅可以增大轴距,使行驶更平稳,而且还可以使前后配重比更加合理。 五、大轻角A柱这样设计,可以使侧面线条显得更有气势。 六、宽大C路这样设计,不仅可以增强乘坐舱的安全性,而且还可以提高乘坐舱的私密性。 七、小比例车窗虽然车身比较宽大,但车窗并不特别敞亮,车窗下延比较高,这样可以增强车内的私密性。 八、车高与车轮高比例,为二比一,这是劳斯莱斯汽车保留至今的设计传统。 即使2017年推出的第八代幻影,也是采用这种设计比例,这样设计不仅使车身比例更加协调、完美,而且还符合劳斯莱斯大气。 一、尊贵的特点,九、长轴距长轴距,可以使汽车行驶起来更加平稳,保证汽车拥有较高的舒适性。 第七代幻影家常版的轴距,为3820毫米。 十、向后打开的车门,劳斯莱斯汽车的后车门都是向后打开,与前门形成对开门,如果只有两个车门,它也是直向后打开。 其实这种后开式车门源自马车,车门角接于车门后部,它能够使后座乘客以最优雅的方式进出车厢,只需按一下按钮,即可将车门关闭。 实际上,由于劳斯莱斯汽车的车门宽大和厚重,仅凭一个人的力量来关闭车门,还是一件比较费力的活。 因此劳斯莱斯汽车后车门的关闭动作,都是依靠电动机的帮助。 车压比较轻松自如,十一流线优雅的尾部造型,劳斯莱斯汽车的尾部设计相对比较保守,其造型都是比较软滑,不像车全部那样硬朗。 这也是劳斯莱斯汽车设计的传统,彰显英国贵族的气派。 十二,内部空间决定车身尺寸劳斯莱斯汽车设计的最大诉求是乘坐舒适,而内部空间是影响舒适性的主要因素,因此必须首先保证劳斯莱斯汽车,尤其是像幻影这样的旗舰车型,其内部空间必须足够大。 因而,其外部尺寸的设定原则就是要充分满足内部空间的需求。 由于车轮与车身高度存在一个一里二的固定比例,因此车轮的大小也是由内部空间大小决定的。 摘着化解劳斯莱斯艺术,化解劳斯莱斯前言。